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不愧是军艺啸草 洋洋穿航天制服 与迪丽热巴好搭 关于军艺啸草的颜值 应该没有人能够抵抗的了 虽然当年的军艺啸草已经中年发福 可是幸好洋洋还是依然的帅气 洋洋和迪丽热巴两人合作的新剧 还没有开播就已经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除了剧情之外 大家对洋洋和迪丽热巴的颜值已经磕上了头 洋洋虽然演技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议论 可是他的颜值从来没有网友敢去质疑 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影视作品中 洋洋扮演的是一位航天工程师 这个角色感觉就是为了洋洋亮申定做的一样 在官方发布了你是我的荣耀航天特辑 不少人被洋洋和迪丽热巴的造型吸引了 洋洋颜值本来就很高 加上这部剧中的人物设定 不少网友都直呼 这两人简直太般配了 这部影视作品是一部小说改编的 其实大家也并不陌生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顾曼 要知道 顾曼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温馨甜蜜的 之前洋洋就已经出现过顾曼的一部影视作品 广受好评 所以这次再次合作 应该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特辑曝光之后 大家更为关注的其实是洋洋在剧中的造型 实在是太酷了 穿着制服 笑起来超级粗 这样的男主角谁能抵抗得住诱惑 很多人说洋洋长相优越 就像是偶像小说中的男主角 从书中走出来一样 虽然洋洋的颜值遭受大众认可 但是前几年洋洋的游逆其实也一直困扰着不少网友 喜欢洋洋的神言 本来是少年感十足 可是洋洋偏偏开始游逆风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跟刘亦菲一起拍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版 真的是没眼看 不过这部电影不仅仅将洋洋的少年感毁掉了 对天仙刘亦菲更加不友好 洋洋如果不油腻的话 她的颜值就是决绝的 即使现在娱乐圈中小鲜肉特别的多 可是颜值这块谁敢跟洋洋比 现在洋洋与迪丽热巴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虽然还没有播出 可是大家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官宣出来的海报中 洋洋和迪丽热巴也是绝配 两人无论的颜值真的太能打了 满满的氛围感 光是看照片就已经感觉到两人的甜蜜了 虽然电视剧还没有播出 现在两人已经有了不少CP粉 再来看看洋洋的剧照 穿着航天制服的造型是不是太帅了 见眉星目 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太让人喜欢了吧 洋洋可以拥有这么多的盐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有人吐槽洋洋油腻 可是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明显感觉到洋洋已经去游成功了 而且再搭配上迪丽热巴 这对CP怎么可能没有人磕呢 希望这部影视作品中 可以看到洋洋精湛的演技 应该能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吧 现在《你是我的荣耀》应该快要播出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岂不期待呢 迪丽热巴出席上海活动 一席白裙勾勒曼妙身姿 沙漏身材太绝了 在如今这个不缺女人的娱乐圈里 如果说有气质颜值身材都在线的女星 那新疆大女人迪丽热巴肯定是名不虚传 新疆不仅棉花好 瓜果香 最让人羡慕的是 这里还盛产女人 迪丽热巴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她来自新疆 有着独特的抑郁风情 近日 迪丽热巴在上海出席某活动 打造了两套造型 其中 纯白色的挂国连衣裙 精致感十足 紧身的版型勾勒出曼妙的身材 搭配一双高跟鞋 优雅妩媚 近显苗条身材 两边随性的刘海搭配高马尾 干练时尚 一平一笑都是画报的既视感 Gratos的白色连衣裙 采用挂脖式剪裁 露出纤细的手臂和锁骨 大量裸露的肌肤更加凸显纤细 近显时尚女性气质 挂脖连衣裙不同于普通的连衣裙 既延续了连衣裙的修身功效 又通过腰腹的修饰作用 展现身材曲线的一面 实拍镜头下 迪丽热巴除了精致的外形和异国时尚的脸蛋 立体五官 清晰的面部线条 一平一笑都十分迷人 尤其是在挂脖裙的衬托下 她的锁骨线条更加吸睛 第二套造型 她身穿蓝白条纹针织西装 搭配双层珍珠项链 既突出了线条感 又增加了整体的高级感 条纹一直是时尚界的经典元素 结合对比色的装饰 具有很强的视觉层次感 大V领的针织设计 拉长了脖子的曲线 露出精致的锁骨 同时贴身的短款上衣 搭配同款高腰裤 增加了腰线 形成了修长腿部的比例 再加上阔腿剪裁的遮肉能力很强 宽松的裤腿也不会暴露腿部线条的瑕疵 让腿看起来更长更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